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佛州警方共批准400领悟场政治讲座的宣请和揭握17项投报 所有的政治讲座仅限竞选行动式和党所进行 同时限制人数 国盟主席丹随目一定公布国盟为罗佛人民的竞选宣言 同时签署连结宣誓书杜绝贪污回归以及滥权 首相的特区伊斯曼萨贝指出 单单在今年1月国内已经有超过42000人成功就业 而职场上也增添了1200份新工作 首相发文告指出 随着政府重开社交活动和各个经济领域 国人就业以及创造新工作的情况 也凸显了我国的经济趋势正在复苏 这项成就也印证了大马一家保住工作倡议处于正轨 该计划放眼在今年内能够创造6万个就业机会 首相说政府和私人界去年成功安排超过55万份工作 比预期高出112% 对此政府也对国家就业理事会的策略充满信心 也继续推动国家经济复苏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及降低失业率 财政部长登顾Safra指出 针对政府不曾偿还一码公司债务的指控 是毫无根据的 目前一码公司的债务大约388亿令吉 债务本金是323亿令吉 利息则是约65亿令吉 而政府已经开始偿还一码公司相关公司证券的利息 所以, dakwaan bahawa belum lagi kita bayar prinsipal hutang 1MDB ini adalah tidak berasas memandangkan prinsipal hutang-hutang tersebut hanya akan matang lambat lagi contohnya prinsipal bon terberitan 1MDB Energy Limited 11 Mei 2022 that's 7.35 bilion ringgit bon terberitan 1MDB Energy Langat 2022 7.35 bilion ringgit bon terberitan 1MDB Global Investment 12.6 bilion ringgit suku IMTN terberitan 1MDB 5 bilion ringgit jadi, 32.3 bilion ringgit ini, dia punya tarim matang antara tahun 2022 hingga lah tahun 2023 jadi, belum lagi lah ini principle Tengguzafro今天在国会下议院 terberitan 1MDB 5 bilion ringgit 已经采取介入行动 着手处理 其中92项 生病工程 Moussaba表示 Tengguzafro ini siap sepenuhnya pada tahun 2014 Tengguzafro ini siap sepenuhnya Tengguzafro ini siap sepenuhnya 从今年12月成立到现在 该委员会 已经召开10次会议 最后一次会议 是在今年的1月31号 在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的落实下 Saraway的4G网络覆盖率 在去年第四季度 提升到82.86% 同时,自今年1月31号起 通讯部已经为Saraway 建设83座新电讯塔 以及升级2576个发射站 以促进当地的网络覆盖率 通讯部副部长 Datuk Zahidi表示 随着该部启动 国家数码网络计划 第一阶段 目前,巴南, Mo中 Hulu拉让 以及西连的4G网络覆盖率 已经得到改善 他是在国会下议院 回答乌鲁拉让国会议员 Datuk Wissner提问时 这么指出 截至目前 通讯部已经在Saraway 三个常务社区 设置无线网络 分别是 Kanpo Umadaro Kanpo Bali Uga 以及Kanpo Sunya Assa 对此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将会研究 常务社区 对无线网络的需求 或是提供其他的宽带服务 今天的国会上 也申起了有关费除 无线金付款卡的提问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 部长 Datuk Wissner Harun 对此表示 该计划是为了让 残疾冷血 老年人 以及贫困群体 了解无线金付款的概念 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 因此 还有改进的空间 他指出 两年二月到七月期间 该部已经对 1066名参与者进行调查 发现高达76%的参与者 赞成使用无线金付款 巴尘人认为 无线金的支付方式 更加的安全 他是在国会下议院 回答巴都加湾国会议员 Kasturi Rani的提问时 这么指出 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 Datuk Wissner Harun 指出 目前国内还在 各自等待处理的 遗产分配案件 总共有72348宗 法庭在近期内 将会通过线上审讯的方式 加速处理相关的案件 Tuan Deptua Tan Sri Deptua Langkah segera Telah dirangka Diambil oleh Kementerian Bagi menyelesaikan Masalah-masalah Tunggakan yang ada ini Antaranya Pertama Mengeratkan Pasukan Petugas Khas Ataupun Task Force Dibawah Warren Perjawatan Jabatan Ketua Pengarah Tanah dan Galian JKPTG Bagi membantu Perbicaraan Kes Pusaka Dengan kerjasama Kerajaan-Kerajaan negeri Dalam hari ini Yang keduanya Satu Tindakkan Mengadakan Klinik Penyelesaian Tunggakan Kes Pusaka Telah pun dimulakan Pada 14 Hari bulan 2 2022 Yang lalu Satu Masalah pelancaran Telah dibuat Di negeri Kedah Takuddin 在夏议院 回答环节 回应有关 各州遗产 分配案件 处理的 羁押数据时 这么表示 他透露 搭置案件 最高的州 是吉島州 总共有13423宗 吉島州务大臣 目前已经亲自成立 专案小组 专门协助 处理有关的案件 至于民众 在申索遗产时 是否会出现 混淆的情况 Takuddin 则回应 各单位 有各自的权限 去处理 遗产申索 因此不存在 混淆的说法 针对日前 吉兰丹 万万生发生 老虎和村民的 冲突事件 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 的特需 Takuddin指出 该部已经在 1月和2月期间 通过 淡宝半岛野生动物保护 以及国家公园局的协助 并且花费 20万1250令吉 解决这起事件 operasi ini masih dijalankan di kawasan seluas 88 km persegi menggunakan beberapa kaedah bagi mengesan Harimau Belang di kawasan terbabit seperti berikut yang pertamanya kita memasang sebanyak 64 unit perangkap kamera di sekitar kawasan perkampungan dan denai laluan hidupan liar bagi memantau kehadiran Harimau Belang kedua memantau dan mengesan menggunakan drone di lokasi yang mudah di lihat seperti di jalan jalan balak Dai Kudin表示 当局采购的设备 包括 补护器 镇静剂 以及 捕抓老虎的诱饵 至于后期需求的费用 则是涉及 车辆的租用费 包括 额外租用三辆 已经被升级为 适合用来 捕抓行动的 四轮驱动车 另外 当局也安排 大马半岛野生动物保护 以及国家公园局人员 在当地进行监督和巡逻 同时 与当地的村民展开合作 以便村民发现老虎踪迹之后 能够第一时间 向当局汇报 另外 针对 三美兰仁宝县部分的村庄 日前发生野猪 出没和扰乱的问题 大约一定表示 在2010年 野生动物保护法令下 一旦野猪对农作物和社区 造成威胁 人们被允许自行处理野猪 他也提到 野猪问题和老虎的问题 息息相关 因为有理论认为 野猪数量的增加 是老虎数量的减少 所造成的 乡村发展部早前推介的 原住民村发展与安全委员会 领导课程 将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 以培养出 见多识广 知识烟博 以及具有高度诚信的乡村领袖 乡村发展部长的 德西马西表示 该部每个月 将会向村长和原住民村 发展与安全委员会负责人 发放900令吉的金贴 以作为他们 维护原住民社区 扶持的服务报酬 她是在军团 出席原住民发展局 培训中心的结业典礼之后 下媒体这么指出 她补充 这项课程将能够帮助原住民 成为基层的调解人 将基层的问题或投诉 传达给执法当局以及政府 以便有效发展原住民社区 同时 该部将会通过原住民发展局 继续维护原住民社区的福祉 包括提供教育 经济以及技职培训等援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生部长凯利指出 数据显示 91%染疫病逝的患者 都是还没接种加强剂 而送院前死亡病例持续增加 主要是因为免长患者的轻微症状 如轻微发烧和咳嗽 被误以为是一般的病状 因此耽误了治疗时间 凯利通过推特贴文指出 尽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开始上升 但与去年得到变种毒株高峰期相比 这一波OMOGRAM变种毒株的死亡率相较比较低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每10万例病例当中就有200人死亡 从2月5号到21号期间 累计的113例送院前死亡病例 有91%是在去世后才检测确诊 对此 他敦促家属或社区民众 要时刻监督热林人士的健康状况 如果发现轻微发烧或咳嗽等症状 应该尽快求一 另外 高风险群体 尤其是热林人士 以及合并症患者 受述尽快接种加强剂 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为了加强国阵在本届 柔佛州选举中的势力 彭航州巫统将动员超过 400个行政机关 专注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 尤其是西加墨地区 尤其是西加墨地区 彭航州巫统主席的特殊 是在会见投票中心负责人 以及巫统代表时 这么指出 柔佛州选举进入竞选期 国盟主席丹水某天公布国盟 为柔佛人民的竞选宣言 和国盟56名候选人 也在今天签署连结 宣誓书 弱绝贪污 违规以及滥权 所以 sebagai seorang Islam kalau mereka sudah bersumpah tapi dia melanggar sumpah itu tanggungan mereka lah saya tak boleh nak menjadi hakim menghukumkan apa-apa pasal itu antara dia dengan Tuhan Allah SWT jadi oleh sebab itu penting bagi kita di sini bila sudah bersumpah kita pegang pada apa yang kita telah sumpah itu adalah satu perkara yang memang dianggap penting sebagai satu bukti kesungguhan Parti Perikatan Nasional untuk menangkang rasuah Mohdini 是在室内 见证国盟56名 候选人 签署连结 宣誓书之后 这么指出 根据宣誓书的内容 候选人承诺 遵从法纪 包括 反他委会 制定的法律 拒绝贪污 违规和滥权 不会以 直接或 非直接的方式 涉及任何形式的贪污 违规和滥权 等等 对此 Mohdini 也说 国盟候选人 在马六甲周选 也签署反贪宣言 势必要成立一个 连结的政府 虽然选举委员会 放宽限制 允许政治讲座 延长到午夜12点 但卫生部长 凯利强调 政治讲座 仅限竞选行动式 和党所进行 并且限制人数 而户外大型政治讲座 则一律禁止 另外 柔佛州警方 从2月26号提名日起 到昨天为止 共批准405场政治讲座的申请 同时 也针对17项投报 开单调查 另外还有5场政治讲座的申请 则被拒绝 柔佛警察总部第15届 柔佛州选媒体发言人 伊伯拉赫尹发表文告指出 该州警方仅仅是在昨天 就已经批准36场政治讲座的申请 同时 警方接获4宗投报 并将根据相关的情报 开单调查 伊伯拉赫尹说 警方援领刑事法典第323 须意伤人条文 刑事法典第427 须意破坏条文 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 第24条B款三项条文 以及2021年 传染病预防以及控制法令 第16条文展开调查 由于此 他劝告所有的政党和支持者 不要相互挑衅 以导致引发纠纷 他也提醒所有政党人士 有关的政治讲座 必须在遵守标准作业程序的情况下进行 如果有任何一方出现问题或面对事端 也受促通知警方 以便警方在现有的法令条文下 采取必要的行动 为了配合3月12号的柔佛州选举 柔雪华清宣布 即日起开放免费巴士回乡投票计划 给柔佛的选民申请 柔雪华清团长谢光良表示 这项文迪拉布回家投票计划 是开放给所有柔佛州 符合资格的选民申请 申请期限 即日起到3月8号结局 由微计划采取先到先得 和满即止的方式 因此想申请的人士 受促尽快申请 以免错过返乡投票的机会 届时 龙雪华清将提供3辆免费巴士 从3条单程路线 再送选民返回柔佛各地投票 其中包括从龙雪华塘 出发到新山 麻坡 八珠八峡 笨针以及永平 另外 搭乘免费巴士回乡投票的申请者 必须符合的条件 包括合格的罗佛选民 以及完成疫苗接种者 符合资格的人士 可以点击相关的网站 报名申请或是电邮到龙雪华清 以获取更多的详情 据了解 龙雪华清在沙拉越州选举期间 也曾经发起机票津贴回杀投票计划 这项计划 共会及53位沙拉越的选民 每人获得200令吉的机票津贴 换个焦点 沙巴巴巴一辆四轮驱动车 在泛婆罗州大道快速逆向行驶 导致迎面而来的车辆纷纷闪避 警方目前还在调查涉案的司机 并呼吁知情者向警方投报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显示 一辆银色的四轮驱动车 在双向四车道上行驶 搭配急速行驶的轿车 看见驱动车之后 及时刹车和闪开 避免车祸发生 巴巴警区主任巴多罗密尔副警监 接受媒体联络时表示 警方还没接获相关事件的投报 但会调查有关车主的身份 对此 他出请民众 如果知道有关车主的身份 或任何详情 可以联络警方 以协助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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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